E-Football 2022它原来的名字是实况足球系列游戏 更名意味着开发商有些许让足球类游戏迈上新台阶的期盼 因为它使用的是主流的虚幻引擎4打造 同时本作还放弃了往年全价购买游戏的惯例 推出了免费的游戏模式 并且还承诺会增加大量内容 这些都让人觉得这个长久以来的系列游戏像是走上了正道 摆脱了年货体育游戏的长期必定 可是不知为何科勒美的正道却走得如此艰难 E-Football 2022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演示用的半成品 模式有限 玩法僵硬 用脚建模 用心做bug 出于良心 我是绝对不推荐各位玩目前的E-Football 2022 同时我也希望科勒美能够尽早收拾好这片烂摊的 目前E-Football 2022已经上线了在线和离线两种主要游戏模式 离线模式便是标准表演赛模式 你能够从欧洲到南美的九个不同球队中选择一个驰骋赛场 这个模式本应是了解本作游戏玩法的极佳范例 但是寥寥可数的几支球队让我未能如愿以偿 令人迷惑的是游戏目前仅有正常和超级巨型难度可选 其他四个难度都是灰色 无法选择 难道是这些难度还没开发出来吗 没办法 我只好把时间都花在了游戏的再现模式上 由于目前还无法和好友们比赛 我只能通过挑战活动模式匹配对手 在线和离线模式最主要的区别是 在线模式有200多只队伍可供选择 而离线模式只有几只队伍可选 属实让人感到困惑 不过这其实也隐藏了坑 虽然在线模式有大量队伍可供选择 但一旦选择队伍 玩家就会被锁定在一个长达10天的赛事中 在线模式的服务器也是个问题 即使你能匹配到玩家 你也可能没法正常地玩玩一局游戏 如果说玩家在球场上的体验足够良好 那以上的这些缺点兴许还能忍受一下 遗憾的是赛场上的游玩体验 虽然和整个系列相差无几 但也没有相对出彩的部分 一局游戏往往会因为球员反应迟钝 拿不住脚边的球而陷入僵持的拉锯战 本应快速的短传动作 在游戏中变得笨拙而拖沓 所有的动作看起来都像子弹时间一般 敏捷的边风带起球来脚上却像灌了签 不在状态的不仅仅是球员 裁判也是如此 甚至连前后两次铲球的判罚标准都不一样 这种迷惑行为不仅没有任何意义 还会让你丧失对eFootball2022谨慎的耐心 还有这些一看就是惯犯的小动作 比如球员用手来了个降龙十八掌 更滑稽的是当游戏播放球员庆祝特写时 球员的脸部表情就像是在给我们展示一个人的嘴 究竟能张多大 说了不足的 现在我们来说游戏中一些做得不错的地方 我们还是要给eFootball2022中球场的制作给予肯定 所有的球场都十分漂亮 无论是慕尼黑安联球场还是都林安联球场 还是其他非安联的球场都非常的美丽 虽然如此 再美丽的建筑也顶不住看台上的牛鬼神神 2021年的游戏竟然还有这样粗糙的细节表现 真是让人刷新三观 观众席上就像有五万幅爱德华蒙克的画作 伴随球场的古典上窜下跳的呐喊 说完观众还有球员的建模 老实说有的建模非常棒 但是有的建模一言难尽 例如被做成大头路一级的曼联队长哈里马奎尔 eFootball2022开了一个笨拙而平庸的头 我们只能希望科勒美接下来做出一些好的改进 但从游戏的微交易系统中已经可见一般 目前商店中发售的升级包中只包含六个交易机会 和遥遥无期的球队编辑模式 这样看来免费模式能够对消费者更有利的观点 也许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罢了 但在我们进一步评测之前 eFootball2022无疑需要更多的改善才能挽回消费者